第一个,我们的这个画面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phone的部分对应到的其实就是一个phone action,然后view 一个mancer是post 这个跟前面一样 然后名称,input type,这是text 密码的话是password 然后name的部分就是最重要的,将来要接收到的 一个叫username,一个叫password 这个名称的话我想你要特别注意 然后呢,再一个什么,一个按钮,summin 刚刚我同学讲说,summin上面如果没有 没有value的话,它预设的是summin query的样子 这边秀出来,如果上面没有名称 就是summin query,预设的那个按钮 我是提交的 我预设的话是提交的 那应该是版本的关系 应该是版本的关系 有时候在我们那个 反体中文环境下它可能就是 就是提交的 那我这是英文版的 ok 好,那这边的话呢 是前端的画面 那第二个是说我要判断 这个是错误 我要判断说到底是不是正确 因为我刚刚view有改过,我要把它捅好一次 那里面的话呢 城市部分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 这个login的serverlates 这个serverlates 还是extense的 一样是extense HTB serverlates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再来的话 我在这边定义几个 就是说 有几个字串我先定义好 比如说第一个这个header header就是我的什么呢 我的HTML的头 还有一个什么呢 footer就是我的 这个什么呢 我的HTML的位 我先把它定义好 到时候把它拼在一起就好 会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头的部分的话有哪一些呢 头的部分有这一些啦 比如说包含就是什么 它的这个 这个content 然后它的这个charset 我们是UTF8 然后我们一个title 然后一个head 就是一个结束 然后body 就是上面的部分 我就给它一个head的一个字串 再一个footer 是底下的部分 因为结束body 跟斜线的结束body 那这边一样 我要throughpause 这应该没问题 这个方法到时候打勾它 这种坦分 所以程式的话呢 基本上这里面 去开始撰写 那撰写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 我先做 在response response里面呢 做什么呢 做set content type 那因为这个地方前面一样 我们在第一个 卡豆 那个select里面呢 也会有这个开筒 然后要写出去的话 所以我们要取得一个物件 就是out 这个out 这个out的话也是从 response.get writer 这个方法去取得 要输出到 clite端的 这个 这个物件 那顶多这边 tricache 我讲tricache 包含 这个部分没有包含的 没关系 只是避免有一些 error的reception 那我要怎么取得 clite端的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用 取得username 的部分 这个跟前面一样 有没有 用什么物件 用request 其实从这个request的参数 传递过来 就可以有两个参数 那这两个参数 对应到的实际上 就是form的上面的name form这边有一个name 有没有 这边的username跟password 实际上对应到的就是什么 对应到这个名称 所以会有一个username跟password 那我从clite端 丢过来什么呢 丢过来 会丢过来一个username 就存在哪里呢 存在一个字串 分别是username password 一样 这个名称跟我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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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那个名称 一样的 那就会把这两个 从clite端丢上来的 这两个变数先存起来 存起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一样 就是把它什么 greenline出去 把它输出去 那输出去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out 这个物件 里面有个greenline 把它呢 黑的指的是什么 就这一串 把这一串把它print出去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里面要显示什么 登录成功或者登录失败 所以要怎么判断 这边用什么 一个一幅 对不对 然后条件都画在这里 条件在这里 我是从这边 条件从这边到这边 也就是说呢 要两个条件都成立 一个条件 帐号要一样 帐号是什么帐 帐号我这边预设是 Terry 所以呢 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 Terry 点 equals 后面的话呢 就是加一个usernate 就是跟usernate比对 到底一不一样 那名称 上面名称的话 就是Terry 这个字串 第二个的话呢 第二个条件是1234 点 equals 是不是跟他说的一模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呢 那就输出什么呢 输出一个out.vline 然后呢 这边用什么 H1的字型 就是标 这个标题1 然后呢 输出登录成功 那反施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登录失败 而且最后还要再多一个 反还到什么 凤万 所以这里的话呢 就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超连结 这个标记我想应该都看过吧 HTML里面 做超连结的 然后呢 等于什么 等于 Phone1 Phone Phone.html 特别注意 这里的话 前后请你加单引号 千万不要用双引号 因为呢 双引号 在Java里面是自串 那原来应该是 双引号 可是因为双引号 被用掉了 所以呢 在HTML的规则里面 你可以用单引号 代替 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这里特别是用单引号 你可以把它连结 回到登录画面 那最后结束这个超连结 这地方是一个超连结 然后最后再加一个Footer 把这个地方接在后面 然后就完成了 就完成这部分 所以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就会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然后把这个地方 再把它 重新再 再 全部Save一下 我想这个地方的话 最后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登录OK 失败的话 再可以回到 然后再重新再Key 次 然后最后就123456 按Summit 登录成功 就是像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